下一題是一種常考的題型 我的係數寫上A B C Z S Y Z 然後問你說誰跟誰相等啊 誰跟誰幾比幾啊 這個加那個會等於多少啊 那就是把它平衡完你就知道答案了嘛 就這樣你要平衡掉你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這就是把它平衡掉 C2HOH 二氧化蛋跟水 所以把它平衡掉 然後呢就得到這個結果 就是它平衡的結果 你知道怎麼做? 剛才講過怎麼做嘛 最不知道它寫出1或2嘛 所以這裡的那個乙醇就寫出1 然後它一續就做完 那平衡得到這個結果 那你就曉得A就是1 B就是3 C就是2 豬就是3 你就知道了 那你就可以曉得到底會怎麼回事 AB豬都是錯的 所以只有C是對的 B等於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就是把它平衡好 你就會知道答案了 平衡好你就會知道答案了 OK? 好 那麼下一題 改成WXYZ 請問你全部加起來是多少 也是一樣 你把它平衡掉 你把它平衡好你就知道答案了 OK? 全部加起來是多少 OK? 來 答案小女生 小女生 分號 分 你的答案 豬 你答案選豬 請坐 答案是豬兒 好 C2 H6 然後有個O2 然後CO2 加上H2O 然後呢 這個最複雜 當作1或2 這裡寫1 就碳要兩個 所以這裡就要寫2 氧不能用 因為氧這裡有一個 右邊還有一個 所以氧不能用 回到氫 這裡有6個氫 所以這裡要寫3 寫完之後 這裡有2乘2是4個氧 後面有一個3個氧 所以加上一個3 所以要有7個氧 所以這裡要變成2分之7 那不能夠有 不能夠有 分數 所以通通乘以2 所以這個就變成2 這個就變成7 這個就變成4 然後呢 這個就變成6 所以就是2加7加4加6 所以答案就叫做19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19 就是我們的做法 平衡完 你就會曉得了答案 OK 那這個 又多少呢 跟剛剛一樣 改成 問誰加誰等於多少 誰等於誰 也是一樣 平衡完 你就會知道答案了 平衡完 你就會知道答案 就把它平衡掉 就對了 OK 好來 我們找可愛 大帥哥 大帥哥 帥哥是誰 29 我聽到豬 有聽到C 有聽到A 你猜一個吧 你要不要猜B 你要猜A喔 好請坐 你猜A對嗎 請坐 好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有一個鈴 加上水 會產生氫氧化鈴 跟氫氣 那這個氫氧化鈴最複雜寫作1 1 就是鈴 就是1 這個就寫1 不動了 這裡有一個氫 這邊有個氫 這裡有個氫 所以氫不能用 要動氧 這裡有一個氧 所以這裡要一個氧 這個一個氧 這邊就只有兩個氫 那這邊用到一個氫 所以這裡只有一個氫 所以要變成二分之一 那一樣不能夠有分數 要變成整數 所以通通乘以2 所以這裡是2 這裡是2 這裡也是2 這裡就變成1 所以W是2 X是2 Y是2 然後呢Z是1 所以就W等於X是對的 然後呢其他就知道他是錯的 我們就曉得答案了 這就是平衡完 你就曉得係數是多少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他題目問的誰對誰錯 就是你要會平衡化學反應方程式的意思 OK